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增加4.6% 在这些消息的带动之下 我们看到钢铁板块走强 截至五间收盘 马钢股份已经是涨超11% 而重新钢铁股份也是涨超7% 鞍钢股份也涨近7% 股价是否现在已经是充分反映了这些利好消息呢 那在业绩之后 对于这些股份又有怎样的一些观察和看法呢 因为马钢的一个业绩当然是利好 但我们也其实应该也估计到 就是在上半年这一个钢铁的一个价格 不断的一个上升 而且呢 销量也有增加 会拉动这个纯粒 但现在呢 尤其今天涨了差不多10%的时候呢 真的也差不多充分反映了这些利好消息 因为在下半年 我们看到最近其实 内地也希望就是控制着一些 就是有色金属原材料的一个价格 持续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行为 加上就是有一些 就是钢铁的一个税率的一个情况 来希望增加就是在国内的一些钢铁的这一个供应 所以呢 我觉得未来供应在增加的情况下 钢铁的一个价格在进一步上升的一个机会应该会减弱 而且呢 我觉得就下半年 虽然它都在谈到应该会增加这个骨头 所以呢 对于一些有色金属的一个市区应该还是会提升 但我们要看就是从价格以及销量两部分来做一个对比 所以如果价格真的已经相对比较稳定了 可能你按半年来算的话 下半年可能这个增速会放缓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涨过之后 有机会明天呢 就会稍微停顿 未来呢 还是要看从基本面去算 如果真的增速有所放缓的话 不排除这一些股价会慢慢的一个回落 所以后续来讲的话呢 可能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到达了一个高峰 我们现在应该是做好更多的是风险把控 与这个板块有一点相像的 就是有色金属板块 今天看到也是全线上扬 那截止五间收盘 我们看到南方猛业是涨近百分之十 那中国铝业是涨超百分之七 江西同方面呢 也是涨超百分之一的一个水平 在有色金属这一方面 未来会不会出现一定的分化 现在他们来讲的话 是不是也是像您刚刚所分析的 可能也到达了一个 大家需要低防的一个阶段呢 对其实大家整体的一个原材料 相关的都是要小心的 因为刚才提到的也是 尤其就是一些铜啊铝的 可能在近年度上半年的时候 就不断的一个价格 不断的一个提升 但是这几个月内地不断的一个打压 这一些期货的一个操作 所以呢回归基本面真的要看 是不是真的那么大的一个需求 来支撑这一些 有色金属的一个价格去上扬 如果没有的话 只是一些就是投机的一个操作的话 有可能啊这一些金属的一个价格 会受到压抑 所以呢现在有机会 某几天可能的一些股价上升 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 就是金属价格的一个波动性来操作 但如果中线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跟刚才就是钢铁一样 就是除了这个上半年的业绩 那么理想之后 下半年能否就是维持 而且呢后续的这一些金属的一个价格 是不是有机会从高位回落会更加重要 那另外我们也是很想跟您聊的 就是在操作层面上 对于这些有色金属 包括刚刚所说的这个钢铁板块 我们可不可以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操作 因为我们观察了一下 过去半年的一个时间 好像呢都是有一些政策的一些打压 在高位上回落 回落之后还会继续冲高 所以这样的一些板块 它的一个阶段性操作的价值 是不是逐渐的已经显现出来了呢 我觉得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 也是可以的 因为刚才提到 因为如果最近的一个价格 可能大家是朝这个波动性 如果政策的一个打压 并没有大幅的一个 把相关的一些金属的一个价格 去推递的话 其实我自己觉得 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投资人 觉得在下半年 在这个固头增加之下 对于金属的一个需求会提升 所以资金有可能会不断的一个出现 短炒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这样的投资人有兴趣的话 还是要小心这个风险 而且也不能把这一些 就是目标定的太高 反而就是转胜快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还是想聊的 就是说这个分化会不会逐渐显现 因为比如说像铝这方面的话 可能我们知道 在这个基建方面会运用到 包括是一些航空 还有医疗机械方面 那同这个元素的话 更多的可能会应用在这个芯片 包括是我们所说的家电 还有这个手机方面 所以如果说按照现在这个逻辑去看的话 那在下一个阶段来讲的话 会不会在他们的这些元素方面 可能逐渐的会出现一些分化 您认为说哪一种类别 它后续的一个可期性 可能会更高一点呢 目前为止 当然如果从股价的一个情况下 好像铝表现比较好 但是我自己可能更倾向于去选择铜 因为刚才提到就是铜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范畴 可能芯片未来的这个需求会更多 然后呢 江西铜的话 其实从五月份的一个高位已经回落了 然后呢 也看到就是一直在横行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地位慢慢会发生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调整来反映 就是过去就是内地打压 刚才提到的一些期货炒作价格的一个行为 已经充分反映的时候呢 可能现在它的一个估值相对比较就是合理或是理想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直播率的话 可能江西铜会比这个中率相关的一些股份 可能会更可以直播一点点 按照直播率的角度来讲可以选择铜 那说到铜呢 今天还想跟你聊一支股份就是中国中野 我们知道中国中野在过去两天呢 其实炒风非常浓烈 在A股方面都出现了涨停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今天是有冲高回落的一个情况出现的 近期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就传闻 阿富汗铜矿呢 是可以值得憧憬的 那这方面的憧憬究竟有多大 近期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究竟是大家的一种跟风炒作 还是说真的在未来 我们可以在铜矿这方面有一个更多的憧憬呢 我觉得可以憧憬 但早前其实他有提到 就是这一个在阿富汗的一个铜矿项目 其实还没有实际性的一个开工 如果真的开工了 然后也是一直在运行的话 到时候我觉得才有进一步的一个 可以就是买进的一个机会 现在呢只是一些炒作比较大一点 而且呢 昨天涨了那么多 今天还要延续这个胜负的话 要随时小心 就是如果短期没有正正落实什么消息的话 可能这一个在高位获利的一个情况会涌现 所以呢这个股价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 比较多的一些炒风啊 所以调整的一个机会还是相当比较大 嗯那您是不是也不建议投资者现在追高呢 如果是早前有布局的一些投资者 现在又是否建议他们可以获利 然后了结呢 如果是前期持货的话 现在也可以逐步去减持呢 除非在刚才提到 就因为现在在等消息嘛 如果没短期没有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可以进一步的去获利 如果有的话 当然就是刚才提到逐步减持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持有一部分 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灵活为主 要小心如果真的要掉过头来下滑的时候呢 到时候就真的要离场 嗯所以现在还是观察一下 然后逐步减持 那后续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期待 放在这只股份上面的 另外想跟您再来聊一下冬月集团 冬月集团我们看到 今天是在涨超7% 而且我们看到有机硅价格是持续走高 它旗下的冬月硅材月内股价呢 其实是已经翻倍了 那这个其实是A股的一个公司 那冬月集团是港股这个公司嘛 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其实经常聊到 但它在5块多的时候 我们就有嘉宾推荐过这只股份了 今天再一次破顶 那这只股份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操作策略 就是逢低就买 这种声势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嗯对就从5块钱上 到现在其实也是短短两个月的一个时间 而且呢一直都是沿着这个 二十天平局线往上 并没有什么大的一个调整 当然至于现在已经到达这一个高点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何时会结束这个盛市 但要有一点要留意的就是它30号会公布业绩 刚才我们在第一节都谈到就是公布业绩之后 大家会比较多的是憧憬在下半年的这一个前景的一个发展 所以呢如果到时候是非常乐观的话 可能第二个还有再进一步往上的一个趋势 但是如果是比预期做的比预期差 或者是没有想象中的未来的一个增速那么快的话 可能这个就是在获利盘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持货的还是可以在等30号才做这一个决定 要不要就是抛 但没货的话呢 在这两天其实如果真的不怕风险高的话 也可以小注意一下 看能不能再度上涨 当然了如果这一次回落的时候 会跌破刚才提到的一些大的一个支持位 20天平均线大概18块钱的这一些位置呢 可能就真的要小心一点呢 所以这一个位置不容有失的 所以我们等待一下30号的业绩 业绩好像是大家的一个预期之内了 所以关注的重点就是在下半年 它的一个发展策略方面了 那这一节也是非常感谢凤珠给我们带来了精彩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